北京不见得它一定要做什么 而是它只要维持现在的态势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理论上就不会改变 因为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事情 在国际关系里面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本质的问题是在于说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抗衡 事实上是一个大国政治 或者是霸权挑战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中国作为挑战者 它在挑战着美国一个既定的一个世界霸权 那这样的一个霸权挑战里面 碰到了一些核心的问题 这核心的问题是在于说 今天中国跟美国它在制度上面 是一个不同的国家 一个是一个以共产党为首的 一个威权体制国家 一个是一个号召民主与自由 为西方核心的一个民主国家 在这样的一个挑战里面 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 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程度的担忧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我们看到国际关系里面 常常去谈一个核心的理论 叫做民主和平论 也就是如果今天中国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这个民主国家崛起了 对美国来说 它还是不见得会接受中国作为挑战者 但是它没有太多的理由去打压中国 可是今天中国作为挑战者 当它崛起了 它却美国没有办法去保证说 这个国家崛起之后 它不会对于其他国家进行干戈 它不会扩张自己的领土 它不会是 它没有办法去想象说 中国现在一直大谈扩论的这个和平崛起 到底只是一个口号还是一个真实 这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核心的疑虑 所以说从2017年习近平修改宪法 看到中国在民主化的一个历程里面 走了回头路 看起来没有机会的时候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对中国的政策就慢慢的越演越烈 不管从贸易战开始到现在 特朗普沿接到拜登身上 我们看到拜登事实上对中国抗衡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放弃 这当然跟美国外交政策里面 有一定的延续性是有关系的 而且现在这个延续性从过去 主要是以蓬佩奥以及国务院 联手起来对中国的一个抗衡 到现在连美国的国防部都认为 中国是一个很危险的挑战者 所以这一切的事情看起来 事实上北京要做什么 北京可能要做的是 它如果已经在政治的组织上面 或政治的实质上面 有朝向比较民主自由的道路前进的话 或许状况会比较好 可是我们看到北京现在的做法 是朝反方向走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现在对中国抗衡这件事情 并完全没有放下 而且甚至越演越烈